从夜间开始 哈尔滨市的气温开始下降 最低气温达零下25摄氏度 降温幅度达到8摄氏度 是入冬以来的最低温 早晨 黑河市的最低气温降至零下26摄氏度 此次降温 黑龙江省最低气温出现在大兴安岭湖中地区 最低气温已经降至零下37摄氏度 据当地气象台预报 未来一周 当地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在零下35摄氏度左右 气象部门提醒 交通环卫等部门应做好道路结冰应对预案 此外 目前正值冰雪旅游高峰期 游客应做好防寒准备避免发生冻伤